9点了,媳妇还没起床 这次孩子省计呢 媳妇,还不起床呢 人家借车写的明明白白的了上面 也不是不还 现在就是资金周转不开了 人家都开口了 你还能不借吗 这话说不是远亲不如近邻吗 都是一个小区的 都是邻居又是之前的同事 就让人家开口了 是吧媳妇 看来媳妇是真生气了 你看这条 都写的明明白白的了 干嘛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是谁都有急的时候 我说这样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我说咱家里就三万块钱了 月底还得买保险 我姐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我说你借量力而为 咱不可能把所有家的全都借给他 然后自己到时候 没有了 他们最快一周 最晚一个月 上面写的是多少十年 一个月 对啊 最长一个月 反正 那我就看到月底 到要是还不出来的时候 买保险 生孩子的钱 你给我想办法挣出来 干什么你不要亮 你家里不要留一点钱吗 生活不需要钱吗 你儿子上学是不是也要需要钱 老是打肿脸充胖子 你在外面 他不是充胖子 我充充胖子 虚伪 你这就是虚伪的表现 人家开口借钱 人家开口借三万 那咱家里确实有三万 我也没说不借给他 我说咱是借两万是吧 自己留一万应应急 那万一他一万 他一个月以后还不上呢 这些咱买保险的钱 加起来一万多 我姐生孩子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就不算 咱就算这一个月喝西北风 是吧 咱一个月喝西北风 也不吃不喝了 生活怎么少吃点肉 少买点东西都能行 你到时候那些钱 我反正你自己想办法了 我都跟你说了多长时间 我在屋里说行 借 他借三万咱借两万不行吗 他要八万就得借三万 他不是差五万吗 差五万咱没那么多呀 不说了吗 没有吗 那三万块钱 那咱现在好了 家里一分钱也没了 外面还有三个小孩 一个老人 天天 你不吃不喝行 他们不吃 你手机 你不是没有 你不是有私放钱拿出来吗 我哪有私放钱了 那你看着办吧 反正以后 家里的生活我也不管了 你最起码你要把自己弄明白了之后 你再去 去帮助别人 你倒好 帮助别人 然后你自己成富兰湖了 他不是 钱不是旧集吗 那周转不开了 他 他都一预期了 是 预期了 到时候你也去借 你也去借那个信用卡预期去吧 我不管 以后家里的钱我也不管了 我也不说了 我也说 你爱怎么弄怎么弄 反正都是你的朋友 不都是邻居吗 是邻居啊 是邻居 失可而止的 量力而为的邦样 寄钱的事情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行了 别在那拍我了 赶紧走吧 赶紧上班一下 你不去搬转 行我赶紧搬转了 借钱你收好 我走了 那是管你借的 他要是还不上这个钱 然后下个月我就不管了 你就悬良着你 最刺客的问题 hello大家好 我是一秒妈妈 今天早上让我们家小汉同志气死了 哎 真的是 大男子主义 而且这个人还特别的好面子 当时我们两个在家里都说好了 只见 就是量力而为 见两万块钱 应应急 我觉得就可以了 毕竟我们 是吧 不是那种大富大贵 有闲钱 结果人家一来 你家小汉同志就变挂了 什么生日 我让他气死了 正好我妈在这 我就带着小孩 顺便把我妈送回去 然后让我们家小汉同志在家里正好反思一下 自己好好想一想 明明两个人商量好的事情 然后他就天天这样 打中脸充胖子 好了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要走了 拜拜 拜拜